第496集 黄婆解邪 2024年2月16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今天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黄婆解邪 这个就是子母河的故事 但是我前面都仔细讲过了 这一次呢估计不会再讲了 可是上一个故事呢 就要留一个尾巴在这里 我还不得不新开一个系列 第53章 禅煮吞餐 怀鬼运 黄婆运水解邪胎 这一张题目啊 你看产主说的就是啊 唐僧和猪八戒 他们喝了子母河的水 他们都怀孕了 可是你看啊 谁没有喝子母河的水呢 就是孙悟空和沙和尚 他们都代表了天上神仙 而唐僧和猪八戒是人民和官员 所以这就是说的啊 中国人都喝了子母河的水 然后呢怀了鬼胎 这个鬼胎 此时不代表物质领域的事 这是说的思想领域 中国人心中已经多少都有私心了 这就是心怀鬼胎 那怎么办 就需要黄婆运来水 清洗掉人民心中的私心 这个水就是大雨时代 那条河流里面清澈透明的水 黄婆呢 就是沙和尚 代表了东方神仙界 其实这地方直接说的啊 就是我的一系列视频 我的视频呢 如果你看懂了 接受了 那么你心中的私心 就会逐渐被除去了 而这一切呢 发生在习主席第三个五年 这就是章节的数目 大家看懂了吧 然后呢 我们进入故事 开篇是一首诗 现在这首诗啊 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明白 我先给大家念一下啊 德行要修八百 因公须积三千 君贫勿我 与亲渊 始合西天本愿 摩似刀兵不切 空老水火无千 老君降服 月朝天 笑把青牛千转 这里呢 八百就是八百里啊 通天河 八百里火焰山 就是人间东西方 两条路线的分界线 同时呢 更是思想于 公心私心的分界线 因此这里说 德行要修八百 就是说呀 人民始终要坚持公心 同时牢记 华夷之变 因公须积三千 你看这个三千呢 就是说的 周天子三千年 也说到了未来三千年 这是说 周天子三千年 中国人民之中 总有一部分人 始终坚持公信 坚持国家民族的利益至上 他们为此呢 不惜献出生命 这就是他们的因公 同时 在未来三千年 我们中国人 也要始终如此 这也是因公 你看啊 时间空间 神仙都要我们讲清楚了 然后 君平 你看这个地方很明显了吧 习主席时代 人民创造的一切物财富 会被公平的分配到 每一个中国人手里 这一切就组成了 东方大道 这就是 合了西天本院 这四句呢 说的是人间的事 接下来四句 说的就是 天人层面的事情了 我直接说了吧 这就是说的啊 邓小平这样的九转灵魂 是不怕人间任何武器的 因为人间武器杀不死他 所以呢 东方神仙下界 直接来杀死他们 大家看懂了吧 这是东方神仙 在未来三千年 始终按理保护人间 大家明白了这个 就可以放心的走上 东方大道了 此时呢 我们就看故事 那个叫唐僧吃饭的 就是本地的山神土地 此时他们就不是 刘少奇 邓小平了啊 他们代表了 神州大帝 丰厚的物产 他们把鲑鱼和斋饭 还给了唐僧 同时 山神土地说 这个饭呢 是孙悟空 向好处换来的 你看这地方就很逗了 为什么特意说 向好处呢 因为之前邓小平时代 这个小矮子 这个王八蛋呢 玩命引入各种垃圾食品 有毒食品 这中国人呢 是百病丛生 要不怎么把这个 医疗做成支柱产业呢 就是因为中国人都有病 所以说就需要 支柱产业 是医疗了 现在到了二十大之后 习主席就可以彻底的整顿 粮食领域的各种乱象 于是呢 这一波鱼的饭 就都是好的了 不再有毒了 山神土地 让唐僧吃了饭再前进 这就是说的啊 人民在新时代 会享受到丰厚的物质财富 同时我们的身体 也会健康起来 这样才能呢 更踏实地走上东方大道 此时呢 唐僧醒悟了 他对孙悟空说呀 如果我听你的话 不出那个圈子 就不会有杀身之祸 孙悟空说呢 正是因为你不信我这个圈子 你就掉入了别人的圈子 其实这个地方啊 说的太直白了啊 我们就以毛主席时代 邓小平时代来举例 一下就看明白了 这个圈子就是思想的边疆 毛主席时代 毛主席以工薪思想武装人民 这就是一个工薪的圈子 可是后来呢 人民不信了 人民以为呀 我们改革开放了 我们智商提高了 我们不信毛主席的宣传 什么为人民服务啊 什么闹革命啊 那都不对啊 哪能耽误我们挣钱呢 还是死兔子 就是思心 不是向西 就是向东 如果一个人到了现在 还以为自己能独立于社会之外 你还自以为呀 自己聪明的不得了 你能走出毛主席时代 和邓小平时代 自己单独就是一个牛逼的存在 那你就真的太牛逼了啊 你看这时候你是谁呀 你就是王阳明啊 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宇宙啊 可是即便你是王阳明了 你还是在邓小平的圈套里 因为你这就是思心大爆发呀 大家看懂了吧 此时呢 猪八家就说 怎么又有一个圈子呀 这说的就是啊 习主席时代 三千年 就是这个圈子 这是功心的圈子 一直保护中国人民 这个圈子确实存在 这个圈子就是人间积木 是觉醒的干部 而圈子里面呢 就是婴儿一般的中国人民 如果没有这个圈子的保护 中国就会被胡人呢 再次夺赦 唐僧就说 经过这番折磨呀 下次我一定听你的 这就是说的啊 人民经历过邓小平时代 如此深刻的教训 大点王国灭种 那么之后 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走东方路线 然后他们就吃饭了 孙悟空说 怎么这么久了 这个饭还是热的呢 土地就说 我是等到大盛成功 才热了这个饭 热饭就是中华文明 因为中华文明是成熟的 冷饭是胡人 胡人没有文明 他们只是炒冷饭 这是说呀 正是因为二十大之后 习主席二次建国 中华文明才能回归 而回归的中华文明 不管经历了多么 漫长时间的打压 中华文明始终是成熟的 是热饭 是让中国人吃得舒舒服服的 好了 到了这里呢 其实这个故事就彻底讲完了 就是四大王那个故事 彻底讲完了 接下来就是子母河的故事了 但是这一次我真不知道啊 还要讲什么 所以呢 我们只能一起向下看 既然是第二次讲啊 一些细节我就不说了啊 我们只说本质 龙松他们一路前行 过了高山 这个高山就是邓小平时代 我们彻底过去了 现在呢 到了二十大 此时你看是啊 早春天气 早春就是万物复苏 人间一片生机 但是这个时候 还不是秋天呢 就还不到收获季节 其实这就是说的现在 说的五年大丸府期间 我们就说现在这一刻 你看我的视频马上就五百集了 这就是人间光明 而且已经有一批人通过看我的视频呢 觉醒了 这就是万物开始复苏 但是距离全体人民的觉醒显然还差的远 而习主席全新科技时代的彻底展现 现在也没到时间 我们现在呢 还在和旧时代做斗争 唐僧他们遇到了一条小河 你看这里不是高山 也不是大河 只是一条小河 这说的就是啊 敌人的力量已经很弱小了 之前你看那个八百里通天河 然后呢 一高山上街青天 现在就是一条小河沟了 孙悟空说 那里有个百度的 你看这个百度 他就是现在百度这个企业 就是李延宏那个百度 此时不是说单独一个百度 而是以这个企业代表了整个互联网领域 现在这一刻 互联网领域还是大部分 拿在汉奸卖国的手里 人民还依靠他们 所以呢 唐僧需要百度 猪八戒就把这个百度叫过来了 接下来呢 因为我之前都讲过 所以我就不再特别详细解释了 我说一下之前没有说的地方 那个百度的是个女人 孙悟空问这个百度的人 怎么烧工不在家吗 你这个女人来撑传 你看烧工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工薪的意思 这地方是说 互联网领域 是最大的私心展览地 这地方没有半点公信 此时你想一下互联网上 各种短视频平台 你看这里的内容 99%都是在展现个人的 其实真的啊 还都是私心的体现 而人民已经习以为常 觉得就该如此啊 私心思想 就是通过互联网平台 潜移默化的 不知不觉的 更深地侵蚀了 中国人民的思想领域 所以那个富人微笑不回答 孙悟空的问题 为什么不回答呢 因为一回答就露馅了 所以说他不敢说话 马化腾 李延红等人控制的互联网 就是疯狂的宣传私心思想 只是他们的宣传手段 隐蔽的多 人民发现不了 这就是富人不回答的原因 唐僧过了河 到了一个屋里啊 他看到了一个水清 这就是满清的思想 他和猪八戒就喝了这个水 于是肚子就开始疼 这就是怀孕了 那你说他们怀的是什么呢 就是私心思想的鬼胎 我给你举个最具体的例子 就是今年春晚发生的 一个戏子 为了让自己更加出名 金人青安排好的环节 全部打乱 他站在舞台中心呢 他不走了 本来应该他往前 走两步 他就不走 他站在不动了 看到了一步 看到了吧 这个戏子叫什么呢 叫好像叫做白静庭 他一个人就敢不顾14亿 中国人的感受 也不管呢 以前整个整台晚会的安排 他只是为了让自己出名 他就破坏了一切规矩 看到了吧 私心思想的可怕 你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如果中国人 个个都和白静庭一样 那中国也就没得救了 就这个垃圾戏子呀 如果以后还能混娱乐圈 还要人请他 给他机会 那么整个娱乐圈 都彻底烂透了 这个娱乐圈 本来就是一群大小流氓 老少妓女扎堆的地方 可是好歹呢 中央电视台呀 各级平台呀 还算守着点明面的规矩 如果白静庭 以后还能在各个平台出现 那么这些平台也就都烂透了 那真是都得彻底砸烂冲建 我们看原文啊 是唐僧他们走了半个时辰 才开始肚子疼 这半个时辰就是15年的意思 但是此时啊 不代表15大了 开始说3515 是说到了习主席 第三个五年 当然你从18大开始 算15年 也是一样的 都是说到现在 现在唐僧和猪八戒都肚子疼 说到这里 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啊 这说呀 以前人民在20大之前 不知道西方学生的思想监狱 所以呢 人民思想是麻木的 是不知道疼的 现在有了我的视频 人民知道了 自己被欺骗了好几十年 所以人民觉醒了 觉醒了 你这个神经就不麻痹了 思想不麻痹了 你就知道疼了 你身上有刀口啊 正在流血 你能不疼吗 我现在这个时候 就明白了这个故事 在这个时候的含义了 之前我一直感觉呀 实在没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现在我就知道不同了 以前我讲子母和的故事 说的是物质领域 那个三年疫情 人民因为三年疫情 打了那么多针 身体坏了 比如说体内长什么节节了 所以呢 东方神仙 以各种办法来治疗人民的肉体 此时就完全不同了 这一次说的是 纯粹的思想领域 这是说 东方神仙 要改造人民的思想了 这个时候呢 唐僧就看到路旁边 有一个村庄 竖刷头挑着两个槽吧 这地方呢 我前面讲过了 这是 木字上面多加点 就是米字 之前我说 这代表美国白皮 现在这里呀 它有更具体的含义 这就是小米公司 门口坐了一个老婆婆 这老婆婆是谁呀 她就是雷军 雷军坐在草堆上 祭麻 这个麻是马列的意思 这个祭是继承的意思 你看啊 如果我们看表面 这是说雷军继承了马列 这显然是开玩笑啊 但是你要透过现象 看本质 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马列是什么 他是西方邪神的邪恶理论 他是为西方邪神服务的 或者说是为白皮服务的 而雷军以小米公司为依托 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玩命的阻挡华为的发展 这是干嘛呀 这就是雷军玩命的 要延续美国寿命 所以呢 雷军还真是在延续马列 这个时候呢 雷军邀请他们 唐僧他们都进屋 唐僧是谁啊 就是中国人民 这就是雷军一天到晚 大肆宣传的 小米产品最牛逼啊 小米汽车最高档啊 人民都来买啊 雷军就是要让中国人民 买小米的产品 来为美国续命 大家看懂了吧 我解释一下啊 前面是唐僧喝了 子母河里面的水 不是屋里的水 子母河的水啊 就是满清的思心思想 接下来一段就挺逗了啊 他们就进了这个雷军的家 孙悟空让雷军烧热水 给唐僧喝 孙悟空就是习主席 你看雷军干了吗 他没有 他跑到 他笑嘻嘻的跑到后面 叫来两三个半老妇人 一起来看唐僧笑话 这个地方含义深刻 这是说 习主席希望雷军这样的企业 也能啊 企业家和小米这样的企业啊 也能为国家民族出力 而不是为敌人卖命 可是雷军不听啊 他不但自己不听 他还拉来了自己的同党 这两三个半老不老的富人 就是代表了国内所有汉钱企业 汉钱企业家 比如长安汽车董事长 就是这里的富人之一 他们一起来嘲笑唐僧 就是嘲笑人民 嘲笑新的科技时代 你看那个 那个长安汽车董事长 怎么说这个华为的新技术的 完全看不起啊 那就是 他们正在嘲笑唐僧 孙悟空大怒 一下就吓跑了这些人 这地方意思很直接 这就是说的啊 习主席一定会处理 这帮汉钱卖国贼的 此时呢 就剩下雷军了 习主席让雷军 烧热水救唐僧 雷军说 我做什么都没有用 这地方是说啊 雷军是铁杆汉奸 他是绝不可能为国家效力的 此时 这个婆婆就说出真相啊 这个真相也挺逗 内容丰富 雷军说 我们这个国家呀 叫做西凉女国 其实就是女儿国 雷军他们就是女儿国中人 你看雷军那个样子 在白皮面前 他就好像一条狗 他就是活太监 这就是啊 胡锦涛打造的 女儿国的具体代表人物 雷军说 我们这个国家没有男人 这地方我还是要区分一下啊 雷军说的这个国家 虽然也是中国 但是他有个范围 这就是说的啊 所有汉奸企业联盟 小米公司啊 长安汽车呀 这些所有阻挡新科技 时代来临的 这些企业 这些人 他们都是女儿国 所以雷军说呀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男人 他们都是太监 他们给白皮当狗 当然没有男人了 雷军还说呀 我见了你们欢喜 为什么雷军这么欢喜呢 因为华为的新技术 一出来 雷军就可以偷了呀 随时在偷 一直在偷 所以他偷到一样了 就特别高兴 然后雷军说 这个国家的城外呀 有个营养管弈 那地方有个照胎权 我这里的人 二十岁就可以去喝水 三天后到泉水边去照 看到双眼 那就是怀胎了 这地方其实说的啊 实在是太让我无语了 营养管弈是什么呢 那就是迎接洋人 任小平 胡锦涛一直在玩命的 引入胡人白皮黑鬼 白皮黑鬼啊 被他们吹的无比强大 因此呢 邓小平他们就玩命 引入白皮黑鬼 之后要干嘛呢 那就是山东大学 那个老婊子校长 他不是立刻送给 黑鬼三个女学生吗 送了干嘛呢 就是怀孕是生混血儿 胡锦涛 邓小平 就是要让中国 遍地都是混血儿 你看广东也容那么多黑鬼 现在已经有了 黑二代 黑三代 落地生根了 这就是邓小平 胡锦涛对中国的 又一个恶毒计划 那就是混血化中国 所以你也就看到了啊 各大网络平台呀 给混血家庭各种推送 这是物质领域的事 大家想一下 如果中国 咱们就说小孩子 小学生这一代 如果这一个班里 一半都是混血了 那你看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那个法国呀 法国现在 一半白人 一半黑人了都 这是物质领域的事啊 然后我们说思想领域 你看这里写了 二十岁以上就去喝水 三日后就去兆胎 这个二十代表了二十大 三日就是2023年 或者你说五年大法府 前三年都准确 这是说的啊 因为有了我的视频出现 人间思想领域 才能照出那些邪恶思想 邓小平的邪恶思想啊 人民一直没有发现 这都好几十年了 这个死兔子还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呢 伟大的什么革命家呢 可是现在因为有了我的视频做对照 大家一对比 立刻发现 邓小平的邪恶 私心思想的邪恶 此时呢 这个老婆婆说 你这是有了胎气了 我烧点热水是没有用的 这就是雷军说的啊 中国人早就有了私心思想 这都好几十年了 就算是我不当汉奸 可是我这个位置 就会有别的汉奸来代替 所以你只针对我一个人 没有用的 这个私心的社会环境不改变 杀了我雷军一个 还有无数个雷军出现 大家懂了吧 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明白了啊 这个系列还真的啊 说的是全新的一件事 之前这个故事说的是三年疫情 现在这里说的是五年大反腐 你看啊 唐松大惊失策 他说这可怎么办呢 就是人民觉醒了 可是人民没有办法 此时有趣的地方来了 猪八戒他扭念的说 如果要生孩子呀 我可是个男人呢 没有铲门 怎么生得出来 这地方太有意思了 此时猪八戒呀 代表了官僚体系呀 生孩子是干嘛呀 就是当汉奸 还是有官员呀 他们自发的想当汉奸 为什么呢 因为汉奸在邓小平时代 得到邓小平的亲力扶植 被提拔的飞快 你看那个原来江苏县委书记 求和 他不就是因为彻底私有化了 他们那个县 那个医疗 把医院全给卖了 他就一路高升 直到2015年 十八大 他才被抓起来 你再看啊 那个山东大学老表子 他在干嘛呀 他就是要争作汉奸 好被踢吧 所以呢 这里猪八戒特别扭捏 因为他是官员啊 他又想当汉奸 那么他官员的身份当汉奸 他就多少点不好意思啊 他就必然扭捏了 起码要装枪做事 可是他呀 当汉奸的心是坚决的 因此猪八戒明明是男人 他就询问 我在哪里开个铲门呢 我好生孩子呀 这就是官员呀 玩命寻找当汉奸的各种路径 这就是求和买公立医院 山东大学老表子 送中国女生给黑鬼 这是同一件事 这就是万物一麻 这都是此时猪八戒询问 我哪里开个门生孩子呀 苏主空就笑了 他说你一定是 肋下裂开一个窟窿 生出孩子 这个肋下是什么意思呢 你回忆前面故事啊 妖怪抓唐僧 经常是夹在肋下 这个类下其实分左右 左类是马列 右类是国学 因此呢 这是习主席直接点出 汉奸的伪装身份 他们这帮人呢 就这帮汉奸呢 或者打着马列旗帜 或者打着国学旗帜 实际干的都是汉奸的事 这不就是郭继承嘛 郭继承左手马列 右手国学 他一尖挑了 现在大家更加理解了 为什么这个弱智一样的 二傻子郭继承 会得到从网络平台 到官方平台 各种不遗余力的推送 那就是因为 郭继承是汉奸榜样 就这个弱智还说了 我也是顶流了 他都不知道 自己是因为做了汉奸 才成为顶流 猪八戒这时候 就战战兢兢说 我不生了 我要死了 这地方说的就是 汉奸这点小心眼 习主席都知道 既然习主席知道了 那你说五年大盘府 不就是整顿清理这帮汉奸吗 因此官僚集团 人人争作汉奸的趋势 就被彻底遏制住了 沙行上就说 你别扭念了 你别扭了 当心得一个胎前病 其实这就是 我对官僚集团们说 你们现在 还想要当汉奸 都这个时候了 都五年大盘府开始一年了 如果你们还要当汉奸 那么就算 人间手段没有发现你们 可是神仙也要杀死你们 此时你就要注意一点 唐僧从始至终 都没有说要生下来孩子 他积极的寻找解药 这是说 人民是清醒过来了 人民绝不当汉奸 此时呢 这个婆婆就说了一番话 这个时候 这个婆婆就不代表雷军这样的汉奸了 这个婆婆呀 代表了所有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女人 甚至你直接就说 她就是婆婆 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因为下面一道话呀 其实说的是啊 邓小平极度邪恶的计划生育 婆婆说 吃药是没有用的 这地方 说的还不是计划生育啊 这地方其实说了两个层面的事 第一个 就是思想领域的改造 这不是吃药能做到的 第二个也是说呀 人间妖魔鬼怪 烦人是插不死的 那么怎么办呢 接下来就不说这些事了 就说到了啊 计划生育 这个婆婆说 正南方向 这就是广东深圳啊 代表了改革开放 这直接说的就是 死兔子邓小平 有一座 谢阳山 这个字是解呀 它在这里发音是谢 这是一个多音字 大家都知道吧 那么这个山 就是谢阳山了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阳气都泄露了 都没了 这个从大的方面来说 就是胡锦涛制造女儿国 从具体方面来说 那就是邓小平的计划生育 有个邪恶手段 就是把男人的输精管 给结扎了 男人的精液里面 没有了精子 自然就不能让女人怀孕 这就是谢阳山 山里有个破而洞 这个我不解释 大家都知道了吧 这就是强制流产的 计划生育疯狂时期 中国大地上 无数怀孕的女人 都快十个月要生出来了 这样情况下 计划生育委员会 这个邓小平最核心 最贴 最贴杆的啊 马仔群体 他们一个个丧心病狂的 就把这个 马上就要出生的婴儿 给弄死了 其实他们这帮人 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明着给西方先生 制造人生股 这帮人那是太邪恶了 那里有个叫赵白哥的 这个王八蛋 这个王八蛋 他说计划生育 都是人民自愿的 我们根本没有强迫 就这个赵白哥 如果人间法律 不能处理他 那么我就来杀死他 接下来再看啊 这个洞里面 有个裸胎拳 这就是各种 让人不能怀孕的手段 邓小平给你准备了无数 这个情节 是深刻的 给现在这一代人 以及未来 一代一代中国人 深刻揭露 邓小平的邪恶 计划生育的邪恶 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啊 都没有接触过 那个时期 所以你想不到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 是多么邪恶 我也不多说了啊 以后大家看 官方资料 估计都会提到 说多了我就会生气了 不说了啊 我们继续看故事 婆婆说的 你看你现在理解了 婆婆什么意思了吧 这个婆婆当然是希望 儿媳妇生孩子呀 所以她说了这么多事 这个婆婆说 之前大家都能用这个打胎 现在不行了 因为来了个道人 叫做如意真仙 其实这就是邓小平 或者你说 就是邓小平 他在未时期啊 什么坏事都做绝了 自然是事事如意 然后这个道人呢 把破而动改成了 聚仙庵 这地方也真的很逗啊 首先巨仙庵有个本质 就是邓小平 为什么玩命杀中国人 那是因为他要当神仙 他要成生不老 所以他要制作人参果 献祭给西方邪神 所以他才能成生不老 这就是巨仙庵 他从人变成仙了 其次呢 这里有个搞笑的意思 巨仙庵呢 它是巨仙庵的意思 这是一种化学物质 其实是尼龙 这地方他有避孕套的意思 这说到了邓小平后期 或者说他死后吧 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实在太反人了 太邪恶了 如果再严格执行的话 那么中国就有地方 人民就要造反了 所以呢 邓小平他就换了个方法啊 他各种宣传 不生孩子的好处 就是宣传避孕 因此这里说到了避孕套 这是代表了宣传手段的变化 大家看懂了吧 邓小平霸架了这个地方 不给人泉水 这就是说 他不允许人民生孩子 如果有人来求呢 就要给他送后礼 这个地方说的是啊 如果当时 谁想生二胎 或者三胎 那你就得给 计划生育委员会 送钱 贿赂 知道了吧 计划生育 不但是呢 邓小平杀戮人民的屠刀 他还成了邓小平 敛财的手段 你就看这个死兔子 邓小平 是多么的邪恶 他真是活王八蛋的 根本就不能算人 邓小平啊 你看看 你看看今天的日期啊 是2月16号 而就在这一天 这一集 这个系列 神仙仔细地为人民揭露计划生育的邪恶 还有你啊 试图混血中国的毒辣 这都涉及到子孙后代的事 我们常说啊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个 你往下来说 是家族的延续 你从本质说 这就是中国的延续 是民族的延续 是中华文明的延续 你邓小平干的 就是灭绝中国人的子孙后代的事 你就在适时地灭绝中国 这里涉及到无数生命 这是天文数字的生命 他们都被你邓小平害死了 邓小平啊 你算算日子吧 今天可都是2月16号了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好了 不过这个死兔子了 孙悟空听到有办法解决 他就高兴起来 问有多远 婆婆说30里 你看这不就是说到了 邓小平的30年吗 孙悟空就吩咐杀和尚 你照看师父 如果这一家人欺负师父呢 你就拿出旧事手段 装吓唬他们 我去去水 这地方也就斗死了啊 其实这就是直接说的是啊 我的一系列视频 你看我的视频呢 一直对汉奸买过贼 不但是大骂他们 我还经常说 我要去杀了他们 我杀他们全家 猪九族 反正什么话我都说过了 此时我才明白啊 这就是对应了这里的情节 孙悟空让沙和尚吓唬他们 就是习主席让我呀 吓唬这帮汉奸买过贼 因为之前我没有神通啊 我只能吓唬他们了 可是当我有了神通 那我就不用吓唬了啊 我也不会吓唬你们 我就直接去杀 九族灵魂了 此时呢 这个婆婆取出来一个大瓦波 他让孙悟空多取点泉水 留着以后用 这个瓦呀 就是娃娃的意思 这个大瓦波 就是好多好多娃娃 这说人民期望啊 多死多福 这也是习主席号召人民生三胎 孙悟空驾云而去 刚才那几个婆婆都出来跪拜 这地方就说的是 人民 希望啊 多死多福 同时这也意识着啊 那些汉奸企业 会被习主席彻底整顿过来 好了 这一集呢就到这里啊 老实说我真不知道啊 这一集是这个意思 我还觉得啊 今天没有东西讲了 如果这个系列再说三年疫情 那我肯定就不说了 我不会无聊的重复 因此这一集开始时候 我感觉还没什么意思 可是后来我明白了 这说的就是五年大反腐 后来又明白说的是计划生育 我才突然又来了精神 果然神仙都安排好了 不会让人民失望的 也不会让我失望的 好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啊 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集见了